2022年12月9日以来 各省份报告人群核酸检测阳性数及阳性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趋势 阳性人数12月22日达到高峰694万后波动下降 2月16日为10720例 检测阳性率12月25日达高峰29.2%后波动下降 2月16日为1.1% 在院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数于1月4日达到每日峰值4273例 随后持续下降 2月16日下降至6例 较峰值下降99.9% 2月10日至2月16日 31个省四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机构 累计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98例 其中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衰竭死亡一例 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97例